哦 把赵姓给搬了 是 那这样Viu这名选手就承担了两个搬位啊 这个赵姓和南道都是为他而搬 对吧 直接搬到了四手的打野上面 飞机放出来了 感觉音响没什么问题 而且这场W依旧是半皇子啊 这样我感觉半皇子 那看看这个垂石这个点 W怎么说 W要不拿去垂石 感觉可拿 哦 打B这场比赛他们要选用福叶哥 毕竟搬了四手打野嘛 现在打野出场率最高的就这几个英雄 搬光了之后下来就是一个福叶哥了 难道出场率可能没有那么高 除此之外还有挖掘机 没错 相对来说选用率也比较高 那福叶哥需要给他搭配线上 有一定线权的英雄 才能保障他有一个良好的野区环境 是的 继续选乐菲流斯 现在比较 哎呦 直接锁暴女 那鳄鱼要不要直接拿了 恶暴组合 拿出来 之前小鹏上场那场对阵UP的BO3中 他就两次使用暴女 当时搭配的就是这种的鳄鱼 没错 先看这一手垂石要不要锁吧 还是说直接先去拿上单了 哦 而且你看这个红色方的 还有一定这个摇摆性 这九筒说不定还具辅助 嗯 都有可能 嗯 那既然涛博前三手没出ADC 打率就带着这个点要去搬了 搬了金克斯 其实感觉就涛博这个正义来讲的话 其实EZ也是可以去考虑搬的 嗯 因为毕竟都是这种手比较长比较灵活的 有点类Poke 配有Poke类型的英雄嘛 EZ还挺配合 挺适合的 可以说这非常Poke了 嗯 飞机暴女本身这两个就 出一个都已经很Poke战容了 当然了 如果把EZ搬掉了还有进 可以供涛博去选择 真要是搬也搬不完 没错 现在可选的AD还是比较多的 搬了一个猫咪 搬掉了猫咪 搬到猫咪其实某种意义上 它也是限制到EZ 对 现在有EZ猫咪或者老鼠猫咪 这样的组合 就搬一个东西 可能你这两个都不是特别好出 对 但其实EZ还是可以打很多的 如果打强势可以配卡尔玛 现在也在场上 嗯 好 涛博最后一手给了露露 就把卡牌放出来了 而且还有很多 可选的英雄 维克托也在 雷尤娜一亮 也揭晓了球桶最后的位置 还是固定在上路 Counterway给了中单 香克斯 维鲁斯 最近也是有过登场的在LPL这边 LCK那边还是蛮重视这个英雄的 是 维鲁斯 并且无论哪一种流派 他都可以为几方原本就已经搭建而成的 这个Poke体系再添一把火 是 那这把打Poke也很适合队伍 如果去打一个攻速流的话 也可以承担一些收割的能功能 是的 最后一选还是要保护一下 因为Poke体系就怕强开 那强开呢 怕布隆 最后要锁下布隆 那这套体系就比较直观了 鳄鱼布隆承担双前排 其他三个C位啊 当做Poke 那看一下W的中路选择 其实看样子最好的选择还是一个维克托 就如果想打得主动一点的话 新的LINE还蛮好的 这场维骨斯其实也在 我觉得如果像Poke体系的话 也可以考虑维骨斯 其实亮一个卡牌 那感觉还是维克托好一点 因为卡牌其实没什么人可以配合 上楼是个酒桶 下楼是个厄飞流丝 最终敲定维克托 那这就是比较稳妥的这个双C 再加上俄斐流丝一个野核 那W这个阵容依然有一个比较好的主动性 就是上辅两手强开团 是 双C打伤海打野可能是一个收割位 而这场对TOP来讲 上野的前期联动会很有节奏 是吧 还是TOP这里还比较吃 自己的一些Poke 英雄的一个Poke伤害 嗯 比赛的开始 好的来到比赛 套博一开始带走 战场 五人抱团排视野 先钻一波野区 这把套博还有一个点 就是出了维路斯飞机这边去 也是可以开的嗯 飞机等一个被动 直接冲到人群中 也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 隔绝战场的作用 是的 我们看到阿水这场比赛 致命节奏 啊 还是要为后期做一些保障 TW这里也是做了一下 入侵视野 这边蓝大夫放了个眼 是的 眼睛做得很深 前期有布隆的情况下 涛博没有太极端的设计 这个一集团 其实如果一开始 布隆带着队友去打一集团 尝试换 W的下路野区 也不是为一种选择 但是因为他们这场比赛 是暴女加上鳄鱼 这个上野需要联动 所以暴女还尽量的是 从下往上刷 能够照顾到自己的上路 毕竟是吧 暴女能配合的 应该也只有鳄鱼了 是 像布隆这样的控制来的 也比较慢了 嗯 这中路换血换的好凶啊 一开始两边都不想多让 这应该是目前为止 这个赛季出的最多的对局了 是打维克托 天天都是他们俩 从第一天就有 对 维克托 是少有的这种中单大合中啊 一级就可以打得比较凶 能够压人的人 维克托的现场能力 感觉确实还不错 是 而且如果前期有打到架的话 可以拿到什么人头助攻之类的 快速进化 那肯 这也算提前他的发育期 对 在中期就有作用 改变的下落 蓝色帮的涛博先抢二级 同志小鹏这场比赛 肯定要发挥恶爆组合的这个威力啊 下半期野区 三组刷完之后来到上半区 另外一边 酒桶肯定是牺牲位 所以Viu这场飞鸽要避开暴女的路线 跟他选择相反的路线 不合于拿酒桶确实也没什么好办法 但是还能 还是能够压制一些啊 上次这里还是过来打断了一下回程 这位这福耶哥已经被看到了 很细节的选了一个角度 刚好看到了这个眼睛 已经得知福耶哥在下半区 所以这克拉伯和卓也不敢怠慢啊 走位需要比较靠后了 两边钟都交替回线了 看来依然是拼得很凶 是 不过耐子这把是一个常见三红的出门 这波回去补了一个女神类 她是没有这个古拜药水来续航的 是 所以线上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 不要去过于平凡的换血 小鹏这里把上半野区啊 这个三角草的视野排掉 也会给Viu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 上路给压力 主要过来的时候看到石头人还没有刷 现在刷了要取消吗 取消了 但是福耶哥也在路上 他应该是在等 刚好相遇 福耶哥知道抱你在透石头人 进草 ViuViu也在路上 瞄准了小鹏 先把小鹏给赶走 不过W没中 他刚才小鹏的惩戒CD 应该是差一点点才好 所以Viu这边还是拿到了这个石头人 是 前期双方打的也都比较谨慎 大V冰线形成了回推 突然之后要回家了 你在线上很久了 是 一条龙是个疯龙 感觉 W在前面失掉两个大场过后 自己打得稳健了很多 之前有的时候在中期啊什么的时候会盲目的去跟对手去碰撞 都是在失利中成长的吗 是 好 对于套布来讲 因为今天已经先失了一个小局 所以这场比赛不容他们再犯任何失误 W下了双左 这个野斧开始联动 刚好野区 见到小鹏 因为后面有佛耶哥在 所以他也是第一时间没有走 过来打了一套再走 这个时候knight不太舒服啊 因为香克斯打得很果断 他是用蓝去换knight的血 就导致野区的这种碰撞的 W会打得更加的主动一些 而且飞机这个连绳在六级前 打维克托确实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前面要被压一点 只能撑到维克托 现在没蓝 飞机才能慢慢实现兵线上的反推 但这个时候已经被佛耶哥找到机会 开始rush这个小龙 时间卡的很好 动手的时候也是五分多钟 但是下落这里感觉很凶啊 接下来我这边在追着A 能不能挂到布隆被动 Q技能B闪 辅助闪换AD闪 交换上是转的 但这波还是给Wiw偷到了一条小龙 是 手一下河系 两边好像都想抢 有可拉鸭直接闪现去拍 但是随后 Wiw身上被套了手虚弱啊 不太好打后续的输出 这波准了一手 昨天先来手 然后小朋友也跳走 直接闪一下 想A布隆被动最后一下 但正好消失了 好可惜 没能打出这个晕眩 同时杜姆 两段窜 想接W咬住 闪克斯被逼闪现 这波Zoom打得也很稳 直接打了闪之后就走了 没有闪现去跟 他也知道下半区河道有很多人 是 只能在比较靠近的这个位置 尝试打一波前手 打闪就OK了 对象这一波BB 应该也是回了家之后 然后Zoom发现BB回家了 然后当时没有回 是来中路帮助Night 解了一波线算是 然后给到了Night一波比较好的 可以把线处理完回家的机会 因为刚才湘克斯打的 其实一直是比较的主动 比较激进 对 比较激进 一直拿蓝去换飞机的血 他确实很凶 他直接做了个法穿鞋 嗯 线上还是要去尽可能打一些压制力 跑步了下了双拙 法迪波兵线推掉之后 辅助B回家不视野 前期双方虽然说没有人头上的爆发 但是其实擦碰是挺多的 尤其是刚才威尔的下路河道啊 那几次利用闪现尝试去打牵手 飞机这波回家还出了个隐磨刀 嗯 现在隐磨刀看起来都像飞机的标配的样子了 嗯 但是说到这个出装啊 其实维克托这个出装就 可以说是非常激进的 因为你本身面对飞机加上暴女的这个双AP组合 那一双水仪鞋穿在身上 其实会非常舒服的 他可能是觉得对面控制没有那么多吧 摩托到时候靠别的去补好了 嗯 还现场压制力要打足 不过最近飞机 其实感觉面对双AP的时候 隐磨刀直接出的会概率大一点 对 直接面对一个维克托 直接出的隐磨刀确实太稳了 会有点拖自己的节奏啊 嗯 很拖 这波峡谷先锋 涛博看起来也不是很好守的样子 第一波的口子已经被站住了 但是看起来还想争 而且Zoom的位置是被BW给单防住 Zoom现在已经半血了 哎呦被卡得好难受啊 强行开大过来 Zoom自己差一点点被先手到 飞机开始投弹 先分割战场 但是自己的拙已经被突破了 旁边虽然说能换掉一手酒桶 上面打了一换一 W人员抱得更紧 但是这边是有W W直接上去还有闪现 那可在那边直接指到了小鹏 小鹏这没有闪现 但是后面队友的位置跟不上 是的 可大家自己撤退不及 同时Stay还查一下的伤害 能不能跟上 飞机在寻找角度 但是队友帮他断后 保障了Stay的存活 来到美红道 那总体来讲的话 W还可以接受吧 嗯 涛博是拿到两个人头 但是丢失了峡谷先锋 两边感觉都可以接受的样子 嗯 这包其实就是W拿到了节奏点 嗯 主要后续的沟通没有做好 压压上去的时候 兄弟们正好被GT拉伍一个人给隔开了 还有Night吧 是 压压上去的时候 这主要还是因为小时候 看的时候就喜欢把这个东西叫压压 是 比较可爱 这波Night的分割战场做的不错 同时在后续追击的时候 可来确实啊 激进了一些 直过去自己反而落单了 正好当时后面 三个人在一坨 如果他们直接挤过来的话 可能会吃满AOE了 是 给我看看W这个峡谷先锋的释放 就目前看一下塔皮 蓝色帮涛博前期的 其实线上做的相当不错 都是没有掉肚层的 感觉两边好像肚层都算是比较满 嗯 就前期的线一直都是维持在中间附近 就退完之后好像就回家了 都没有去给防御塔更多的威胁 是 这场其实感觉大概率下午前锋要放在中路 因为本身像 维克托法栓鞋这种出装 就是想中路 打出很大的优势 嗯 不过他这样还是比较缺续航的 如果压制的特别凶 可能还是需要频繁的回家 是 现在就看这第二条小龙了 小鹏这边看起来已经配合 这条我开动 鳄鱼已经徒步走过来 鳄鱼身上是没踢的 而标标的酒桶 有TP 但是因为是14分钟前 他TP过来也赶不上 还没有解封 所以这边W也是果断把这条龙放掉了 对 踢的话只能踢下路躺 表面前期小龙各一条 上路这两个老油子上单 打不出什么效果 上路按理说就也没什么镜头 就可能就是鳄鱼想压 然后被周桶反制了 嗯 所以前期可能只能实现鳄鱼的 少许的领先啊 野区的遭遇 哎呦 这里JKLOP的走位过于向前了 又被定了一下 一个太阳要班 直接将其收割了 这一波在塔下 直接被罪名定在那里 然后当时交了进化之后 但还是被可达牙跟上了 对 而且因为布隆 他严格来说 他的这个保护性啊 就是真的要是你走位 这么靠前的话 他也保不太住你 保不太了 对啊 还是说 死队跟可达牙的塔下机会找的还是蛮不错的吧 正好他有一波前压的时候被他们找到了 是 从中路 给香克斯吃一下 补一波 这样W 这样W在早期中下两条线都有不错的优势 我们看 JKLOP还吃到了防御塔的伤害 太想去打一个压制了 甚至我回家动工做出来 上一波是交了双招的 现在可能对JKLOP来讲需要稳健一点的线上 嗯 也没有选择下了手 而他们选择的是去换一下中路的肚层 就感觉就好像对于W来讲的话 就他们比较去倾向拿中塔去换边塔 就拿到中塔之后 他们可能更好去打开自己的节奏 是的 就W他更加把ADC做 还是算即使他拿到奥菲流色 还是更加把它作为一个节奏点 嗯 而不是后期的一个carry点 就是ADC吃到具体多少钱 亏一点没太大关系 但是节奏要起 是 所以W对于中塔是非常的重视 连续两句我们都能看出来这一些 而且九筒回去回房的时间 也是没有让套波成功的把下落这个外塔推掉 嗯 那说明现在医学坛应还在 看一下W这一波应该可以接纳 又是关于中塔的运营啊 这种情况下 中塔一推 W又掌握了世界上的优势 活动范围又变大了 而且这个时候让九筒来中路这边 应该是轻波线 先锋马上就要刷新体体 给上路了一波压力 是啊 先锋还是想争 鳄鱼这边直接谈果实下来 九筒回去了 那这个先锋感觉套波应该可以拿了 但是因为现在是15分钟 九筒有贴 W众人散开 那这个先锋是要给 飞机这波也有炸药包 感觉他们如果要打的话 也没有说特别的好打 而且Night这波意识好好 他刚才应该是一个盲视野 就打了他一套 刷毛的境界 虽然说是完全持平 但是跟上一局点 类似的情况下是 W再次优先推进了 套波的终于塔 终于塔推掉了 下路这边的塔也推了一半左右 这个其实是如果W想提速的话 这种推进对W很有利啊 因为本身像Night的飞机 这场也是先出小隐魔刀 发跃会比较慢一点 对同时又被推进终于塔呢 里外里都会影响很多 再加上小龙马上就要刷新了 就W这边中路边线是很好做的 然后给下路点压力 就如果小龙拿不到的话 也可以考虑去尝试 推一波下路的外塔 这时候要看小鹏啊 小鹏因为手里握着下五千锋呢 看看能不能给W一些牵制 可以直接踢中路了 同时还想先收到小鹏 一个一而连招 没能把小鹏给炸毁 小鹏还是比较灵活的 这波开的有些急 各于直接踢正面 扑扑又单人断后 一千多的水线 鳄鱼直接变大 强行过来配合小鹏 拿到这条小龙 Zoom直接第一时间被击火 同时可怜 第一时间反而自己要倒了 开了手瞄表 保障了自己2.5秒的存活 就招了波闪现 没有被小鹏给压起身 小鹏这波自己要拉开 但是直接被扶扑给掀手刀 再也再斩掉 他变成了暴女 打了一波追击之势 一个标没能标中Night W身上被套的手虚弱 需要往后拉扯一下 Night几个坐视反打 直接将其收割 爽毛再次拉开 这个时候淘宝的阵型不好 需要二次组合阵型 那W打了一波一换二 后续主要拉扯拉得还挺好 他还是把这边 恶菲勒斯大招给躲掉了 但后续只要撤退 那个路线的口子太小了 导致九孔这边上来 可以还是把它收掉 是 不过这波感觉 对于淘宝来说 完全可以接受 毕竟也是拿了小龙 把自己的节奏点 还是稳住了 没有让W拿到龙的节奏 这波鳄鱼先变大 DW的身位很重要 帮助小龙把小龙给撑掉 可大家这边也是 淘宝结束了之后 直接闪现走 反正小龙这个位置很 跟队有一点脱节 未有的人比较果断 直接闪现W去把它留住了 同时淘宝这种人 其实反打的打的也很果断 但是就像同志导 刚才点到的 这个地形实在是太狭窄了 地形太狭窄了 而且连续的两场比赛 其实看下来 就感觉BWB的酒桶 有的时候自己 太急于想去开人了 对 就上一波开团 感觉有点失误吧 是 其实可以再稍微留一会儿 就等到对面 如果要过来的话 像上一把样 可以尝试把人炸开 先保证龙 先拿到手再说 对 导致每波团战 可能酒桶 缺少一个大招 刚才其实意见的 没命中的情况下 就不必要去 强行去炸这个暴女了 BWB还是需要自己 再耐心一些 双方的经济 还是咬得很紧 这个时候先锋 中塔恐怕顶不掉 只能干撞一头 可达鸭 熊瓦直接先手到JK Love JK Love没有双招的 九桶钟 特别直接将其大会 再接一锦的肚皮顶解 下了双足都要交代在这里 可达鸭打了一波漂亮的先手 哇 BWB这边也是听到了你的话 这一波大招炸的是真漂亮 直接把两个人完全炸回来了 这次耐心了 是 那直接击杀掉了下路双手组 中路直接带兵线过来前推 飞机还在侧面 暂时回不来 这个塔应该可以磨点血 九桶这波自在带下路 下路这个外塔至少可以拿 特别变大两窗 找Stay 自己能不能扛出第一波伤害 很漂亮 配合暴女的远距离一标 将原地浮动的Stay 瞬间秒杀 这一波打的还非常的果断 对于中塔的防守非常坚决 但下路这边没有人守 BWB应该可以拆掉 那中路这里 确实当时那个标的位置 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中 就Stay这里 但是因为他被鳄鱼咬住了 对 一波连控 小鹏并没能走掉 小鹏非常坚决 小鹏非常坚决 将其收了 不过这波追确实有一些激进了 是 不过刚才Zoom那波在塔下 是真敢打呀 确实 毕竟他也是个鳄鱼嘛 他也知道自己现在可以扛很多 直接在三个人里面 科学也可以回很多 而且他应该沟通的做得很好 他们瞄准的就是同一个人 这是洛菲罗斯 他这波也是把自己的大招给掉了 然后暴女这一标 可来啊 因为必须要脱离这个 防御塔的这个伤害 所以被迫往旁边去走 结果把Stay暴露在了暴女的标下 所以这波也是把上塔给带了 这两边还都是一个算持平的状态 是 经济很持平 小龙也马上刷新 这场比赛W的中路一坦 还是屹立不倒 不是彪彪仗着自己 肉起来了 开始走在最前面 小龙又要刷了 这个时候又开始抱团来去 推兵线 挤压视野 不过涛博他是有在 W的蓝buff野区放了两个斤呀 所以会有没有机会来一波大鳄鱼TP绕后 看有没有绕后 看说鳄鱼目前的位置是被BB所逮到 Stay这个时候刚好是半血 最近又是带着他的快递来了 同时 Stay这波白刀刚好没有 变成了罪名枪 绿子刀是一个蛮子的状态 这个龙要放吗 感觉直接需要给大龙压力 想给大龙压力 但是这个压力恐怕只是一些事业上的压力 就给不太到呀 如果这波给大龙压力的话 涛博这边可以先放一放 然后尝试推你们中塔 是的 所以大绿这边就是单纯的去B站了 感觉这波第一时间位置没有站住不太好争 而且刚才同时也讲到了 毕竟后面的视野W也没有去排过 不知道鳄鱼会不会提皮着后 他讲飞机带着一个快递包 万一一会儿直接把战场隔绝也不好说了 是 这段时间打完小龙 双方又要围尔的大龙去坐牌视野 上路的防御塔雪线不佳 这场比赛因为缺乏瑞兹这种英雄 所以理论上不太存在去偷大龙这种情况 视野在大龙附近的视野双方争夺会很激烈 Ki上校也站了出来 这个时候觉得双方的胜率 涛博更占优 像涛博这边三条小龙在手 而且本身他们这套这种poke能力很强 如果自己拿到一手土龙龙魂 就更能跟W在团前 打这种对垒 跟在W在团前打这种对号 涛博就不亏 就是W的阵容也没什么回复 而且雷欧娜也穿那种比较脆的 如果要一直靠九筒去吃poke的话 他其实也扛不住三个人的poke 是 统治现在鳄鱼 血手也出来了 这两件让鳄鱼第一时间是很能扛的 第一波伤害是没问题 彪彪仗着皮操肉厚 先扛第一波伤害 酷龙大招也放过了 打掉了彪彪一层皮 同时可达亚走位也比较靠前 他随时准备丢出自己的大招 强大 队友已经集结了 看一下可达亚这波能不能找到机会 炼金罐也开了 彪彪这里 看这个时候 JK勒娜与双招赛 他有进化 所以鱼坛理论上不太会直接指 直接指上去 反倒是自己的彪彪地线要被秒了 乐于这个进场激发的血手 还是没扛出第二轮伤害 威禄斯一波double kill 八招牙阵斜 刀博人数更占优 那暴女这边人群中的一标 直接扎到了斯泰 斯泰现在状态 没办法在正面作战了 是的 他往这边直接扛着 把这个中路外塔给拆掉 第一时间 两边的上单还是都被融化 现在大家的伤害都太高 都已经溢出了 不过这大鳄鱼第一线 确实扛了很多的伤害 进来 这个狭窄的路口 本来觉得可能 维克托的这个另场 是一个很好的位置 但是陶婆 正行一直保持得很好 同时鳄鱼扛住了第一轮的伤害 第二时间才站死 是 翠波 维鲁斯打了一个很好的先手 他直接去大招把 吴巴锁链把这个酒筒 捆住了 导致酒筒这边也是丢不出来什么技能 直接被控制链 连死 上楼这边 拿个塔 这段时间对于蓝色帮 涛博来讲 不能急 他现在跟 W稍微 拉扯一下 然后大龙附近 只要保持好自己的视野 不被W Rush大龙 等会小龙去跟 W决战比较好 现在飞机好起来了呀 对呀 飞机已经炉灯在手上了 准备要做去做法杉棒 而且他扑克一下 其实感觉W这边后排是完全顶不住的 这前面只能靠 去挡伤害 扛伤害 打W想尝试一下 不想将悬念流到 这个土龙龙魂的决战 这个思路是正确的 但是恐怕也不能打到底 曹博反应也会很及时 还是要逼团 对 在中服两个人在外面 其实感觉酒筒也可以稍微往处走一走 走的时间稍微慢了一些 威罗大招已经给了 直接闪现去控 在第一时间 可能防风 但是还是被威罗斯穿拟一剑 将其秒杀 JK老婆再次砍下WK 这个时候是淘宝收割的时间 并且他们能够接受这波大龙 W1还是撤出太晚了 需要早一点从大龙坑内撤出来 对 就他们好像比较难受的一点 就如果让酒筒跟雷欧娜两个人站在外面 剩下几个人没有人去扛龙 但酒筒在里面的话 就是会有这种问题 刚刚也是又被JK老婆这边大招直接练住 然后配合鳄鱼的进场 就感觉几个人在龙坑内 完全是成为了这个JK老婆的这个大招的火把子 没错 而且这波钉也钉得很好 导致厄肥留斯最后出现在一个 很尴尬的位置 也没办法去打更多的伤害 就是在小龙刷新之前 W拿大龙坑牵扯这个思路是没问题 但是你得打一会就得撤出来 你看这里淘宝的人都已经走到脸上了 4000多的血 这技能 这想空比副空还难 这最好就是埋伏 但他们还是把团看得起来 而且第一次看到 有维鲁斯的大招过来之后 其他几个人都是直接溜溜球 导致了维鲁斯一个人留在了后面 被恶意直接盯上 是的 好不好 土龙龙魂加上大龙buff的双buff推进 哇 这直接半血没了半血多 这一炮直接就让斯带回家去补给 直接回家 走回家 中路这边的二塔 大胃应该也是得放了 守不了 然后飞机这边直接转下 然后去帮鳄鱼来做推进 是的 同时中路大胃想仗着人数众多 想主动开一波 可他自己率先被打残 斯带状态也不好 暴女最后是受掉了辅助 斯带刚走过来 想去打伤害 直接飞了 那就吃了飞机一个大招溜了 顶不住了呀 是的 而且刚才能开先手的buff也第一时间不在 中下其推 W很难以去防守 感觉不好守 下路这边兵线也马上就要来了 两路的一个塔 先掉了之后 水晶应该也是很好去做推进的 可达亚马上就要复活 中路这边高地台已经掉了 可以直接往下转了 这一周 第二倍的状态本身就没有很好 还想去主动开吗 想守第二路 人群当中炸回了小鹏 一直能顶两个 但是还是没能顶到后排 套博的双飞是聚在的 如果又进去吸了一套伤害 这个伤害吸了很多 套博甚至可以围攻一下梅亚塔 这个破个伤害小鹏 又把死带给标残 左顶盾向前 这个时候套博很需要有人先去吃伤害 可以直至竹水晶 大炮车好多呀 一轮骑射两轮骑射 W的主加就要没了 小鹏在旁边单吃掉了ADC 我们恭喜套博 先C局的情况下 搬回一圈 第一比跟W战品 恭喜套博 这把还是打得非常的漂亮的 其实主要还是WG那一波大龙决策 给到了套博一波机会 让他们直接抓住这个机会 是的 一波直接退掉基地